阿拉美達縣地檢長候選人普萊斯 近日在一支視頻中稱 前舊金山地檢長鮑丁被罷免 主要是亞裔團體團結投票所導致的不幸結果 他還說 舊金山華裔社區選民經常抱團 如果不符合他們的想法 可能會像鮑丁一樣成為社區的敵人 種種言論讓很多華裔社團紛紛發聲 李尚敏擔心 這種言論會增加亞裔歧視 從而增加亞裔仇恨犯罪 嚴重影響社區公共安全 普萊斯還指責阿拉米達縣現任地檢長 為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執法行動 法律和權力和保護民眾是市民的項目 而不是為了人物傷害別人 或在莫菲萊斯 為了犯罪人物傷害人物 位於北加州的矽谷華人協會 奧克蘭華部商會 華美權益促進協會等團體代表 以及菲利盟副市長邵陽 和庫伯蒂諾副市長趙良芳都有發言 反對歧視亞裔言論 呼籲社會關注社區安全 新唐人電視台舊金山記者站採訪報導